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今天來介紹的一個戰術 就是常常在 實況當中所使用的開後門戰術 那大家也知道這一代的 明天塔其實很激巴 那所以說我們要用一些 很激巴的戰術 或者是一些很激巴的招式 試著把這個比數 把它拉近一點 那這個戰術是在 手地手傳球裡面的 GIP-53 這個戰術 那這個招式很簡單 就是要開後門的球員 幫這個1號或者是 其他位置球員做一個單檔 單檔之後 這個1號的球員 就是持球的球員傳給5號的球員 5號的球員 利用一個掩護 傳給籃下空切的球員 來做一個得分 除此之外 這個戰術其實他沒有任何 其他能夠傳球的空間 沒有了 除非你空切的時候 其他人過來補防 再傳給其他有空檔的球員 不然你在一整個Play當中 完全沒有任何空檔 你所想的 就是那個球員 能不能被中鋒擋到 做一個開後門 就只是這樣子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演練 所以說 我們選擇Nunikina來做一個開後門 所以傳給中鋒之後 中鋒再傳給 要空切的這個球員 輕鬆拿2分 那我們來看看另外一個例子 也是一模一樣的一個戰術 傳給5號 5號的球員幫忙做一個 low pose動作再傳給 要開後門的球員輕鬆拿2分 我們來看一下慢動作重播 所以一開始在當檔的一個機會的話 其實是沒有機會 因為對方已經做一個交換防守 這個交換防守 沒有任何空間 而且又是免耐難度 所以基本上你所寄望的 就是 這個球員 做一個開後門的動作 拿2分 這個有時候在電腦作弊的時候 讓你的球員沒辦法進攻的時候 這個戰術區是最好用 也是最保險的方法 我們再用一次 一樣的戰術 然後再傳給5號的球員 這個時候5號的球員已經變成另外一個人 這個時候開後門的球員就有一個機會 做一個雙臂灌難的動作 所以這個戰術 算是在NB2K19裡面 算是對電腦來說應該是最好用的 好啦我們今天影片介紹到這邊 那感謝各位的支持啊 那頻道已經是邁向了3萬人的一個訂閱人數 那這個訂閱人數雖然是進步的非常緩慢 不過還是感謝各位的支持 那下面有些Q&A的這個留言的話 想問什麼 在底下留言吧 好啦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啦 掰掰